在马来西亚吉达州的日德拉 慈激志工推广禁思举入饭店 与三间旅馆还有民宿结善员 送上了73本的禁思举 将会摆在房间以及接待处 在马来西亚吉达州的日德拉 虽然没有大型饭店 但小镇上还是有许多小型旅馆和民宿 这天志工特地带着禁思举和旅馆业者结缘 此季月刊放在接待的柜台上 四种语言翻译的禁思语则摆放在客房里 好话的影响不止发生在旅客身上 很多员工也都有不同领会 这本书办这边也可以是帮助到其他人 有些是说心想不开 所以说这些书放在房间也好 给他们去读一下了解一下 这些体验一下 共有73本禁思语 进驻三家旅馆和民宿 聚聚好话让疲惫的旅客得到心灵沉淀 一句禁思好话不但可以进化心灵 更让旅客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态度 大约新闻游禁贝 陈慈竹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可认可 访准备